《手動作人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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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呢 就是繪畫這件事情 它不只是繪畫而已 它除了就是可以帶給我們 比較激動的情緒啊 然後或是可能 讓我們的心情可以安定啊 靈魂可以放鬆之外呢 這些其實都是 比我們想像的 還要更深的一些東西 在学习绘画的过程当中 经历的一些转变 其实是 一开始我想要控制这个画布 这一切 可是反过来我忽然觉得 我好像被他给控制了 因为他给我非常大的反馈 然后打开我的觉知 让我更有创造力 然后让我更有想象力 知道我的潜意识在干嘛 于是我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带给 那一些可能没有机会接触绘画的人 在顶楼这边 画画对我来说 它不只是一个教学生技法的东西 我觉得它可以陪伴每一个人走过 它不论是情绪的 高地起步 人生的一些挫折等等的 都可以透过绘画的这段期间 去疗愈他们 我看着学生 他们来 有些人他们可能是 一边画一边打笑 一边画一边大哭的都有 因为可能他们 maybe他们的 宠物过世啊或什么 他们每一个人有他们的为什么 我希望每一个学生来到这里 不是只有绘画这件事情而已 而是他透过绘画 他更了解自己 更了解自己的潜意识到底在想什么 以及他自己 真正内心想要 抒发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我想要让他们带走的东西 艺术的疗愈这件事情是人跟人很直接的 灵魂跟灵魂之间的一个交流 对我来说我真正的理念是想要发扬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疗愈也好 或是带给人快乐也好 幸福感也好 那至于顶楼呢 他可能会是一个品牌或是形象 那他会到各个地方去为大家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现在我遇到以前很辛苦的那个我的时候 我想跟他说的应该是 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初衷 因为你的初衷未来会在这个世界上帮助到很多人 一定也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可是当你一直想着 我如果做这件事情 可以让我更靠近我的理想 那我愿意去全力一步的做 我觉得慢慢慢慢的 你会发现你一路走过来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所以不要放弃